三立财经台 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李星云 我是屈领带 今天可以关心到呢 上个星期五 因为美股的大跌 因此拖累到今天 亚洲股市是全面的开低 走低 台北股市当然是免不了被拖累了 而在今天呢 原本大家都是很希望能够 希望拼个连续16年封关休门 但似乎是无望 但是呢 今天的压低会不会有利于 新春开红盘呢 我们请教邱老师了 我想哦 这个选股市未来的重点 那么也不用被今天这个行情 所这个 吓到 吓到了 大大过年的 大家要欢喜 要维持心情上愉快 对 你要拉回早买一点 那不是就拉回了吗 你说你今天没有买 那我也没有意见 你说开春 也要再来做动作都OK 不过你不用悲观变成是 看得很空 投资朋友你不要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换得换失啦 三秒都换得换失 气力也怕 路力也怕 这就是换得换失 最好的机会就是这段时间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那么最好的机会你要把握 那么也利用这个地方 跟星云 跟全国的投资朋友 拜一个早年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 这个祝福全国的投资朋友 山羊开泰 心花朵朵开 那么立马大赚 财运旺旺来 希望新的一年 投资朋友你看我们三立财经台 你真的旺了再旺 发了再发 好 那么股票市场上 它是很耐人寻味的 但是股票市场上就是 有一个统计法则 今天一大早 上个礼拜大家都在说什么 台股封关15年来 看能不能这一次 第16次来个收红 大家都在讲这个 这个就是统计资料 结果呢 大家有点失望了 为什么呢 因为国际股市大跌 这个金融商品 金融市场上 真的是耐人寻味 你看到国际股市场大跌 不过我觉得 你看我们的内容 内容相当的好 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 6244的帽迪 帮忙导播 帮忙导播 6244的帽迪 应该这是铁钉板 3576的 新日光 我们来看看他们日K线 今天都 这个 跌了再跌 破了再破 为什么呢 十九月以前 老师朋友 你要听我说 十九月以前 我们就跟你讲说 国际股市的股票 太阳能做头了 我们再把新日光 放大一下 我再讲 就是说 过去这一个月 你买新日光 你也不会赚钱 这样对吧 因为国际股市 到这边你要注意 我说是一定原因的 国际股市的跌下来 我们就顺势跟着跌 这个你要拍手叫好啊 因为你符合涨跌 有序 秩序的序 我们再来看一支 我今天早上给大家说 3338 一点都不38 你看看他今天怎么做法 今天第二根涨停 对啊 应该说差一档 我们就等到涨停 你不要把我够高 你如果这么够高 一早就发财了 来 今天第二根涨停 再创新高 为什么呢 因为国际股市的云端 创新高 这样对不 符合道理再做 这个叫涨跌有序 我们再来看一支股票 3665的F茂莲 有看到没有 F茂莲 因为Tesla持续的往高点窜 Tesla今天说 上个礼拜连山红 今天你看不出 你看不出F茂莲 今天台北股市跌140点 136点 你看不出来 为什么 他继续大涨 135点 还有呢 我们再来看看 泰塑 你看看泰塑 你看不出泰塑 日K线来一下 你看日K线 创新高 你看不出台北股市跌135点 选股重不重要 当然也重要 所以 你只要观念 那你说 老师这样不对啊 你偶尔找一堂 两堂股票来 混一下 不是不是 这我讲一段时间 第二个呢 我说涨跌有序 国际股市在涨这一块 我们再来看一堂股票叫兆元 有没有 4944的兆元 有没有 国际股市在场鲁宾肯 中国大陆今天 东京跟金盛 谈中国 我这个 十点半的时候 跟大家讲 东京跟金盛 中国大陆 这一块全面飙涨停 然后创新高 跟国际股市 有联动在一起的 叫做什么 叫做涨跌有序 跌 我们就跌 跌什么我们就跌 涨什么就涨什么 不用管这个指数怎么样 过完两个行情会更好 美国股市 我刚才说过 有一个统计资料 就是说 一般来讲 美国股市在公布财报的这个当下 现在美国股市 在进入所谓的超级财报之后 哎呀明天 这个 苹果的财报 加上苹果的法说会 全球瞩目 但是一般来讲 公布财报的这一段时间 如果他们股价是拉回的 指数是拉回的 公布完之后呢 就会这样 就会有机会上来 有机会上来了 这个就是统计资料 我们认为这个统计资料 这是很重要的 那待会儿我们来看看 我们国际股市到底怎么样 海星云 好先来看到台北股市 最后修盘前行 最后是下跌了135点 收在了8462点 而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成交量呢 稍稍放大了 因为今天最后的量 是来到了991亿元 好虽然说在指数今天 大跌了100多点 但是有很多的个别股市逆势走高 会不会就是下一波的强势主流呢 广告之后继续带你们看 你没有时间再慢慢验证了 新春计划财神保镖专案 三大策略 一对一贴身规划 短天期专案服务 集中资金放大效益 第一季全力帮您批现金 华信投顾林河彦总顾问 财神专线0809 070 567 0809 070 567 微保平板特卖会 挑战市场最低价 多款超豪七寸平板0元带走 月付只要599 上网快豪省 你有长期胃痛 未时报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专线0800 017 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华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选股 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 专业诚信负责 支付专线022392 3988 不同的观点看见更多的角度 不同的产业看到更多的机会 不同的人生看见更多的勇气 不同的语言看见更多的视野 三立全球财经看见趋势的力量 全新观点不超爆 每日关键报告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akna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产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锁丁巴巴 让您轻松钱滚钱 就在三立财经台 农历春节动作首选 1月3时 杰克莱恩 鬼影任务 你有长期胃痛 未时报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专线 0800 017 017 责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我回来了 你谁啊 啊 女儿回来了 让大家记得你 菊萍屋海苔 我回来了 你谁啊 菊萍屋新庄登场 新年好礼 记得有你 你有长期胃痛 未时报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 欢迎回来 虽然指数在下跌 但是好多的个别股 还是能够逆序走强 大家都在想啦 今天是不是已经先行标态了呢 我想喔 这个打起精神来 打过年的 不用怕 不用怕 不用怕啦 我们给你的都是第一手的讯息 对 今年是我见过喔 这个可能是这十年来最好的一年 所以你要把握喔 当然你说 今天跌 股票也不会因为一天跌 就改变他的多头市 也不会涨了十天半个月 就说他是多头 不会是这样 他一定有结构的探讨 美国股市创历史新高 去年就三四十次了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九天年都还十万八千里了 不用急 未接也不一样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 刚好也利用到这个过年期间 那我们也让大家看一看 我们这一套 操盘工具的妙用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抱回去啊 你用过年的时候 比较有机会的 我觉得这个很有机会的 来我们看 我们先从指数来看 一种指标跟一个观念 我们来看看指数 指数今天怎么样呢 很简单嘛 今天的指数就是 一大早就 你看看嘛 最近指数是比较 比较难做了 不过一个空头下来 有没有 一个多头上去 今天一大早就空 那你顺势做嘛 因为一大早还跌七十几点 顺势做 里面 当然这个这里面当中 指数它 指数它也是一种金融商品 它就跟黄金一样 这个 跟台积电一样 它是一种金融商品 那你要怎么操作它 要有一个规律性 做过 比方任何金融商品 都有一个规律性 你记得我跟大家讲 利用我们这个大过年时间 把我们这套工具 好好的带回去琢磨一下 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来我们看 每天跟大家提到 这个很重要 国际股市现在是怎样 我相信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不过待会我们要跟大家讲 一个重点 那来我们看看 美国股市重挫 有没有 重挫 道琼 纳斯达克2%左右 这里面我说过 你看看 这个当然我们恐慌指数 涨了31% 有没有看到 VIX恐慌指数涨了31% 你看我们这套工具 都有 全台湾在股票这个东西 包括指数这个东西 能够把它制作那么精湛的 大概也没有 没有像我这么用心 你找不到 找不到 你管理的超红工具 哪有这个东西 要把你标示的一清二楚 你说这个还简单 你看恐慌指数 这个都还简单 指标关键指标力 这个都还很简单 一目了然 我常说 你要开同样的成本 你当然也用最好的 来看看 好 欧元小生 最主要美元没动啊 美元不是80块半到81块之间吗 那你担心什么 黄金也没动啊 涨了几块钱而已 黄金跟美元 才是重点 恐慌指数涨31% 是因为它是来到历史低点 弹上来的 所以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本来一个月前 我就跟你讲 越接近这个恐慌指数 要结仓的时候 因为 美国有那个大幅在 在这个 做多这个 这个恐慌指数的 你只能让它结仓一下 市场跟你乱放消息 盖着 又堵到拉丁美洲的规律 那规律 规律我们也没问题 你没看到今天新台币 这么稳定 那也不是问题 你现在看到什么 拉丁美洲 那个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乌克兰的啊 你讲的要做什么 那国家就乱 乱得要死 跟我们不能比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台湾很稳定 今年是我们经济 国家 我们台湾好好的要发展一年 这个金建会都改建为国发会 这要做的企图先改造 你要记得 来 我们看看 来 继续看下去 好 我们跟大家提到 美国股市当然这个 没啥行情 当然啦 可是 这个鲁兵肯还在高点 今天中国大陆的金盛跟东京 你回去查 东京 东京 这个金是三个日 金盛也是三个日 你网络一查就知道 他们飙涨很长 很长 创新高 出购这个陈宏今天虽然跌下来 不过后续要值得观察 因为在国际股市这一块 又创新高 Tesla 虽然跌 可是小跌而已 他涨很多小跌 今天有F冒年的消息 我这几天就跟你讲 把他报过年嘛 你问股票成分就行了 你总要拼一下 对 对 守好你的停损利点 没有百分之百 因为没有人知道 未来会怎么样 我才知道 美国阿根廷的汇率 他们用外汇存体去干预汇市 结果干预不了 外汇存体起一半 干预不了 这个国际突婴啊 阻急的地方 结果呢 上个礼拜四 礼拜有放任他 贬值 两天 贬值快16 7%你看看 怕死人 2天 那贵率 变10%是很怕人的 中国大陆这个贵率一整年的 2%3%而已 那个贵率真的 这个 当然就引起市场恐慌 好 这个都还不错 都还是 还在这个震荡的架构当中 中国大陆最近创业板特强 创业板特强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创业板 今天有没有 今天呢 今天再创 再创历史新高 这中国大陆的创业板指 创业板指数P 有没有看到 创业板 创业板 今天最高来到1500点 这是历史新高 投资朋友 你要注意喔 注意喔注意 中国大陆上证 申请指数根本不止为题 可是创业板就是他们现在要 要扶植的 往这一块 国家要往这一块产业 这里面都包括电子 商务 云端 甚至我们跟大家讲的 这个中小型股的 这个 这个蓝宝石基板 啊 风电啊什么 甚至部分的太阳冷 他们都转到这一块去了 所以呢 我们跟中国大陆现在要联动的 过完年要联动 云端啦 你看泰塑就是云端 有没有 这一块会飙翻天 中国大陆不会再扯我们后腿了 因为他们有一个指标 你到网路去查中国大陆的股市 所有包括新浪网都没有 他会跟你讲中国大陆 这个创业板是抢抢棍 所以你不用烦恼这个 你今年好好把你的心脏静下来 让好好来做什么 做中小型的电子股 这不会 这绝对不是一倍两倍的 当然没有百分之一百 郭廟期就知道 任何风的时间波转折点 我都把它算出来了 五月份的几月 五月的几月几号 他会一个中期回答我都算出来了 昨天我还是那一句话 有时候你就要大胆的去做 你不要等到 就好像说 我刚才开场白说 你千万不要患得患失 不能去你也怕 路你也怕 这样做不好的事情 你感觉一定是最高三点 这就是关键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佐证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国际股市它出了什么事情 你要看 像我们说过太阳能 跌翻天了 崩堤 你看这块太阳能崩堤 所以今天太阳能有没有大跌 我这一段时间都不做太阳能 我上个礼拜跟你佐证 太阳能在国际股市 已经跌一个半月了 那么LED人家国际股市 消费股票 包括中国大陆 已经跌两三个礼拜了 我们都还在拉高 这是我们的特色 因为我们市场更小 我们跟人家屁股 所以主力要跑货 也不是没有那么快跑货 但是接下来 你要注意开春之后的风电 为什么 以我们往人家两个礼拜的话 开春之后的风电 会带有行情 这一块 这一块 全部掌握在 你看中国大陆的 美国股市的 中国大陆的概念股 全部我们都掌握得非常好 中央市场你看 有没有 这些有没有 天顺啊 法英啊 东京有没有 东京金盛就这两个 代号你回去查一下 照近一点好了 002199 有没有 今天是涨零版的 这蓝宝石基版的 金盛30316 上个礼拜已经在郭高点附近了 今天直接跳过漲停 所以今天 照月峰照有没有很强 这个就是股票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股票的观念 你选股一定要有这一个观念 你说 你知道我跟大家讲泰塑 今天早上我在上早盘的节目的时候 八点多来这边跟大家讲什么 两档股票嘛 一个泰塑 一个F帽连 我们来看看泰塑 之前跟大家讲的泰塑 有没有 泰塑 有没有 你觉得他不起眼 你一段一段的做 你有操盘工具 把他带回去 利用这一 刚好在 这个过年啊 人家在玩的时候 你在家里研究 研究我们的操盘工具 把我们的操盘工具 研究一下 过完年开始大转 是不是 刚开始没动 礼拜五 上礼拜五涨停 今天呢 不妨都让 再送你一根 台北股市跌135点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所以这个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操作策略 其他的股票 我们大概再跟大家讲一下 好 先来看到 期货市场最后的一个收盘情形了 在期货市场的部分 都是开低之后震荡走低 收在今天的相对低点了 在台指期的部分 最后的跌幅 扩大到1.98个百分点 下跌了171点 而在电子期的部分 今天跌升了 这个跌幅是来到2.2个百分点 今天下跌了7大点 而在金融期的部分 则是下跌了23大点 最后的跌幅通验是2.2个百分点 这是期货市场最后的一个修盘情形 提供给投资 一起来做个掌握了 好 虽然说大盘在跌 但是还是有一些个别股 能够逆势的走高 刚刚除了邱老师 已经帮我们点出很多指标股之外 大家也很好奇 还有吗 还有 还有 看一下 还有 还有 注意 我说我们的选股策略是美股 上涨的个股 加上陆股上涨的个股 我再讲一遍 大陆股市不要再去招保万斤了 民民国几年的东西 不要再去地产股 金融股不要再看了 中小型的电子股 美国股市在拉回的过程当中 什么样的股票继续在大涨创新高 来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 十全大补帖 十全大补帖 上个礼拜准备一百份 因为我还一个广播节目 结果不到五分钟 被索取光光了 今天一大早都有在打电话来问 老师没办法 今天再追加三十八份 为什么 因为本来是要五十份 早上就被拿了十二份了 对 这个人说好康的道修帖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连不是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 都有人来索取 三个礼拜也有人来索取 但是没关系 这个老师欣赏你 为什么呢 你想要发财就勤快一点 我再跟大家讲 花开富贵旺旺来 有没有 十全大补帖 有没有 投资抢先报 再给你最后追加三十八份 三十八份 把他带回去 过你看一下 开春你就连转涨停 机会很大了 机会很大 好一样 这个这个这个 在这个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提到说 新的一年 你要给自己新的期许 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股票党党强势 就是包括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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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今天的四九四四的 兆元 你看看 那我们这个 工掌停了 兆元 当天啊 这个就是这个位置啊 就这个位置 看一下 来就这个位置 我说把他带回去嘛 是不是 一月二十三号 一月二十三号 有没有看到 我们稍微照近一点 那一月二十三号 一月二十三号 开盘 一月二十三号 二零一四年的一月二十三号 有没有 第一根涨停 震荡再涨停 连续两天 这样操作有什么不对 这样操作很棒啊 有没有 前几天跟大家提到的 前几天跟大家提到的 三六六五 三六六五的 F帽连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位置 F帽连 来看一下 有没有 F帽连 有没有 一样 一月三号九点二十分 一月三号 F帽连 这个点 这个点 这里交代的非常清楚 交代的非常清楚 第一根红 多方 停损停力点 短多中多 又是个机会 连三红 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操盘工具 文字的叙述 文字的叙述 盘中几点 这是九点二十分 九点二十分 有没有看到 九点二十分 九点二十分 这一个点 转强点 交代的非常清楚 你要的这一个 就是这样的操盘工具 不会套牢 要能够赚大钱的操盘工具 新的一年 我再次强调 给自己的一个新的期许 不要老是没有跟上来 落后也不能落后太远嘛 落后那么久了 台湾股市也落后那么多年了 今年新的崭新的一年 不要把今天这个夏天当做一个一回事 为什么没有拉回 你怎么有机会做多呢 就好像我跟大家讲 太硕你看看 有没有 还没动的时候跟你讲 有没有 还没动的时候跟你讲 三三三八 对还没动的时候跟你讲 有没有 还没动的时候跟你讲 还没动喔 还没动喔 还没有动喔 有没有 这还没动啊 开始动了 有没有开始动了 第一支涨停 有没有 今天再送你一支 台北股市跌一百三十五点 今天再送你一支 这个选股的方法 你要好好把握住喔 我说过 只有跟着我们 这快快乐乐的提前布局 事先预告 来做一个提前布局 最重要的关键点 你要知道 你要该拼 你要该拼 这个过完年 这个休息一个过年 或者过年期间 把我们的操盘工具带回去 或者说 来看看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 十全大补帖 有没有 这个 给大家做一个抢先报 十全大补帖 好运旺旺来 十全大补帖 抢先报 多一个三十八份 以免这个 项羽者重 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 走远 走远是不是 在这 是不是在这 这样两支 两支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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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个操作的一个模式 再来看看 我们说 有TESLA TESLA 才有F帽连 TESLA 你看 我说 这样的技术面 就是要挑战这里 挑战这里 就要挑战历史高连 历史高连 194块 再涨个7%左右就过了 他从高档194块 回档到116块 194回档到116块 能够反弹到这个 180几 你看看 是不是 这是中多 中国 这里把这个线形把它划上去 是不是 突破 所以TESLA在中国 这个电动车 一辆才卖 74万到75万的人民币而已 等同于 美国人 他们在美国 TESLA的电动车 叫做Model S 这个Model S 这个在美国 照理说 他们到中国 去卖这一款汽车 要卖 比美国买两倍以上 结果他 几乎跟美国同价位的 所以销售未来预期 会相当的好 所以 Apple茂联 也因为提材这个因素 今天报纸 都拿到头条来讲 所以Apple茂联 我们当时跟大家说 当时跟大家说 他在这 在这 在这 我去年做一遍 五十几块 五十块左右做到一百五十七 今年 首次在这边 跟大家再介绍一次 TESLA大伯拉高 这是跟这一个点 再来看看 来再来看看 第二天 再来一根 再来一根 这像台北股市在拉回 那今天呢 再创新高 日线连三红 有像台北股市拉回吗 不像嘛 所以我说 我跟你讲的都是重点 这个叫涨跌有序 为什么我跟你 就不跟你讲太阳能 一个月 这一两个 这一个月你说太阳能是赚不到钱的 那你买就有可能追高 如果你有看我节目 就跟大家讲过了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这个啊 市场上听说 这个我也不知道 大家都美利第二 说不定他很有机会了 可以做一个参考 还有这个也是我们 过完年了 准备看好的一档股票 因为我说过 来回的操作 你风险是很低的 来回的操作 你的风险是很低的 股票市场上在指数这一块 我们的建议是 要一个指标 要一个方向 这也是我们 一直以来就是说 这个在我们的节目上 我们希望提供给投资朋友 最新的一个消息面 最近的一个题材在哪里 给大家有一个比较的空间 我再次强调 今年 新的一年要来了 不要被今天跌了一百三十几点 把你吓住 那是很不值得的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好的机会 股票好的机会 是要逢拉尾寻找买点 可是 不要让自己患得患失 每次去你就怕 路你也怕 这样不对 这个绝对是不对的 我们再跟最后 要跟大家提一下 来 这个 花开富贵旺旺来 这个实钱大补帖 那么简单跟大家讲说 我们这个 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就是说我们 集合 美国股市 大涨的个股 当然这个 这个 农历这几天 我还是要紧盯着美国股市 我会把这个 最 最新的这个消息面 跟题材面 然后来跟我们的投资朋友 开春就让他 真的 一马当先 一马当先 能够抢到这个 最新的 标马股 那么这个叫做 这个 花开富贵旺旺来 为什么呢 这个实钱大补帖 里面的股票就是 美国股市涨的内容 加上台北股市涨的内容 美国股市现在正在震荡 我说过 你注意听喔 我们开场本来就跟大家提到说 美国股市有一个现象 他们现在在公布财报的时候 如果是拉回的话呢 财报公布完毕之后呢 就是刚好我们这个 农历封关结束 他们会涨上来 我们刚好顺势而为 现在的国际股市 还是多头架构 而且我说过 重点在美元 现在还没有改变 这一个策略 来 投资抢先报 抢先报 抢先来告诉你 我说过喔 抢先报 本来是100分 因为太多人来索取了 最后 今天最后一天 等一下就没有了 我们等一下就没有了 看谁的手脚快 38分 在这个过年这段时间 你可以阅读一下 那么我们也希望 投资朋友 你这抽空 来看看我们这个东西 刚好遇到一个这样的过年 遇到这样的过年的话呢 来看看我们这一套抄盘工具 有很清楚的技术指标 文字叙述 文字叙述 技术指标 有没有 还有呢 我这个告诉你怎么操作 一清二楚 希望这个新的一年 投资朋友 我们一起来努力 赚这个股票 大红包的钱 好我们来关心到 那在今天呢 其实这美股啊 真的是在上个新股 出现了一个重挫 但是目前美股的盘后 电子盘也已经是 慢慢的回稳了 虽然说 在整个国际股市 影响到今天台北股市的 一个风光表现 但是后续 如果说选对各股的话 相信还是有这个行情 可以期待的 那台股新攻略 会持续为大家 一起来做个追踪 谢谢邱老师 那我们再会了 拜拜